这一节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个现场的最新消息 那么就是小年夜要告诉各位 其实今天是春节廉价的第一天 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是如何呢 带您一块来听听看 国一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 国三快关到雾风系统 在中午前后大概到下午两点前 也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形 南部地区的话呢 今日整天预测是没有到太拥塞的情况 接下来为您说明国道的疏导措施 首先看到扎道封闭 今天1月20没有实施扎道封闭 不过接下来在初一到初三的时候 上午5点到中午12点 国道5号时定汉平临南下入口实施扎道封闭 西部国道的话则是上午0点到中午12点 国一凭证系统还有浦岩系统南下 也是实施扎道封闭 至于初三到初五呢 针对北向的车流有做一些管制 中午的12点到晚上12点 国一浦岩系统 国三西兵的北向入口实施扎道封闭 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在国一的虎伟仁德北向 还有国一王田和国三民间的双向 是有实施扎道封闭的 请用路人多加的留意 高层载管制的话呢 我们看到初四 初四的下午1点到6点 在国道1号夏淫系统到头粪 国道3号的关田系统到竹南 有实施各交流到北向入口的高层载管制 至于初三到初八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 国道5号 投城 宜兰 罗东 苏澳 这四个交流到的北向入口 也有实施高层载管制 至于收费措施呢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初八 好 高工局的说法是 目前其实在这个国一南下路段 湖北到主口是车蛮多的 当然其实小年夜这一天 立刻国道就出现车潮了 因此刚刚高工局建议大家的是最好 其实如果你要南下返乡的话 可以下午时候再来出发 不过特别要提醒大家 其实在整个春节期间 包含有一些扎道的管制 还有一些高承载的管制 这些部分都要提醒用路人多加注意了 好 现在来点点名 我有看到聊天室当中 有Kelvin Singh的报道 慧莹也加入了 还有看到赖朵朵 天神 陈寅泰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还有看到许学美 张宏 夜临终天 红豆豆花 同时有看到Kevin Wu 还有金群的报道 跟加入 另外也有看到 冰晃刷了一排爱心送给我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吴冠军 对我们的斗内 他留言提到 早上好 辛苦了 好 非常谢谢你 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加入 我们这一节的新闻行列 那记得帮我按个赞 按赞之后 你可以进入聊天室当中 随时随地来留言 来发表你对新闻的想法 还有看法 接下来这个新闻 我们来关系 是有网友在西滨公路 募集一辆超级减风的乡行车 好 原来这辆车是完全没有装任何车窗的 就连挡风玻璃都没有 就这样毫无风阻的奔驰在马路上 让其他的驾驶人都看傻了眼 而乡行车的驾驶人 他是戴着墨镜跟帽子 用手拿布 把这个口鼻给针住了 看起来是蛮惬意的 这影片立刻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有网友说 你是不是开敞篷车啊 还有人说 难道你是要去贴隔热纸吗 好 另外也有网友特别提醒他 如果你在开车的中途出现跳石 那不就GG了吗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